香港在疫情方面,仍然是存在社區爆發的風險 有以下幾點 第一,在新增確診個案裡面 還未出現一個穩定的下降的趨勢 第二點,到目前為止儘管衛生防護中心的同事 再加上警隊的同事非常努力 但是仍然有接近40%的新增本地個案 源頭是未明的 就是說,我們很擔心還有很多隱形的患者在社區會傳播 第三,有兩個令人擔憂的群組出現了 一個在葵涌貨櫃碼頭的員工 截至目前為止,已經有超過60個確診的個案 是來自這個群組的 第二方面,是在一些香港轉工期間的家庭容工 進入去住的宿舍 這兩個群組,我們一向的對策 當然應該是盡快去檢測 盡快去識別在這些群組裡面的受感染人士 然後將它隔離、治療 這樣就可以切斷了這個傳播鏈 但是到目前為止,我認為這個檢測的工作仍未到位 在前者,即是貨櫃碼頭的員工 我們的目標組群有七、八千人 雖然派樽派得很多 但是收回來的比例就不算高 最新可能只有一千多個樽是收回來的 至於住在外傭的宿舍裡面的人士 我們估計在每一段時間 因為會有出出入入的 每一段時間,在等候入境處 來批准他們轉換的僱主 大概有六千個外傭的員工 我們早前已經盡量派樽 希望他們全部都接受病毒檢測 但是到昨晚為止 收回來的病毒檢測的樽 大概只有九百個 所以還有很大部分 我們希望盡快交回這瓶 讓我們能夠知道病毒感染的情況 而第四點 就是在過去一個月 我想是由七月中到現在 我們已經進入了做很多的 特定群組的社區檢測 大家聽過了 比如在安道院社的員工 的士和小巴的司機 物館的員工 以至到飲食業的員工 也都包括在醫管局的22個 普通科門診裡面 每天有定額去派一些 檢測瓶給一般的市民 每天派110個 每一個診所派110個左右 到現在做了22,000多個 確診的數字是高達56個 有56例的確診 所以百分比是0.25% 所以是令人擔心的 去到最近8月15日 8月16日 在門診裡面的檢測 都仍然是有確診的個案 就是展示在社區裡面是未斷尾的 但是另外一樣東西 大家可以稍為放心 就是安道院 我們已經做完了第一輪的安道院員工的檢測 一共涵蓋了香港的1,048個 1,048間工營私營的安道院 檢測的員工是32,600名 只是找到1名 我們在幾天前已經開始翻託 即是安道院社已經進入第二次員工的檢測 因為這個真的是一個風險區 所以這些數字顯示 我們在社區裡面仍然有感染的人士 所謂不能掉以輕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